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帮同学介绍生技应用软体的一个课程简介跟教师 教师呢是黄秀如老师 那课程的名称呢是生技应用软体 它的学分数呢是三个学分 接下去呢我们跟各位同学介绍一下 那个里面的内容大纲 那黄秀如老师呢 他是在生物科技系担任教师 联络电话呢是27864847 分机是265然后再转24 那email呢HSRU后面呢是学校的一个email 那办公室呢在Z动Z204到202之间 所以他是204的左边 那专业领域呢是应用生技软体 跟那个应用生物统计 那我们开设这个科目的宗旨呢 是为了要帮助同学了解 Office里面的Word Excel PowerPoint Reaxy呢等软体 并且呢介绍相关的应用跟操作 让同学呢有处理基本排版 简报跟分析数据的能力 然后以便呢将来呢 制作专题制作的时候 可以有充分的能力 可以呢把专题制作 跟所有的专业科目呢 结合在一起 学习的目标我们想要 我们会引导学生正确使用生技应用软体 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效 在理论跟食物病重的情况之下 用深入浅出的方式 加深同学对生物应用软体的功能的了解 培养学生对基本编排跟 简报能力的训练 并为日后呢学习其他专业课程 建立良好的基础 然后加强资讯呢 相关证照的取得 比如说Office的Excel PowerPoint 或是Excel 或者是Word等等 那学习的对象 本课程呢是专为呢 健康学院所开设的一个课程 也适合其他有兴趣的同学呢 自修学习 学前能力 本课程呢不需要具备什么基本能力 但是呢 当然希望呢 有一些对电脑有热忱的 有学习热忱跟有兴趣的 然后呢 想要让自己呢 可以呢独当一面 制作一些简报 或者是呢 可以有专题制作能力的人呢 来选修 学习方法 在课程中 积极参与各项的学习活动 依照进度观看的课程 每个单元以后呢 会进行综合练习 其实我们在课堂上 就会给同学实际的操作 课后呢 如果有不了解的呢 可以呢 跟老师约时间 或是呢 在上课时间呢 跟老师做讨论 教学大纲 以下呢 我们介绍呢 本课程的一些教学大纲 在第一周里面 我们介绍一些呢 基本观念 这边基本观念呢 包括一些Office的 一些Word Excel PowerPoint的等等 的一些基本观念 第二周里面 我们开始进入呢 一个Office的 作业环境操作 然后呢 再熟悉 Word的各项介面的 运用跟功能 第三四周方面呢 我们呢 就开始介绍 Word在生计领域 方面的应用 包括编排 段落 处理 还有呢 界面的设定 跟编排的设定 第五六周呢 我们呢 一样介绍的是 Word在生计专业 领域的应用 我们呢 融入了多页文件的 制作跟合并列印 以及表格制作 跟编排 还有呢 网底 框线的一些应用 在第七周 第八周呢 我们呢 介绍一个很专业的 一个生计专业的软体 叫Relaxis Relaxis呢 它里面呢 包括一些化学式的 寻找跟建构 对于呢 生物科技系的同学 或者是呢 健康学院 实科系的同学 他们呢 如果说 有相关的 化学物品 想要知道 它的 化学式的建构 或者是呢 相关的一些文件 文献 都可以在Relaxis的 这个 这个软体里面呢 可以找到 这个软体呢 在学校有购买 在图书馆里面 我们就可以直接连结 这个软体 第九周呢 我们举办了 其中考试 其中考试内容呢 将针对 一到八周 所授课的内容 加以做统整测验 第十到十三周呢 我们呢 开始进入呢 Excel 在生计领域上面的应用 那这Excel呢 里面呢 我们所介绍的内容 有包含 Excel的基本运算 比如说 它的储存格的相对位置 绝对位置 对照位置 然后或者是一些 基本运算 SAMNA Average 等等的这些 基本运算 还有呢 一般呢 比较基本的一些统计图表的制作 等一学生呢 在做专体制作或是实验完毕以后 有一些数据需要经过 透过统计图表的制作 来帮忙完成一些数据的分析 第三个呢 是生计上的函数的应用 在14周到17周 我们呢 就进入一个PowerPoint的一个领域 在生计专业方面呢 每一个同学呢 都知道 在专业 在专体制作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有制作简报 及报告的一个 独立报告的一个能力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们介绍三个基本的一个 PowerPoint的制作 一个从大纲的插入 还有呢 PowerPoint的背景 还有呢 排版 再来呢 进一步呢 就教授呢 动画的设定 还有连结功能的介绍 以便同学日后呢 在各个领域 或者是呢 专专体制作的时候 可以应用得上 在18周的时候呢 我们举办期末考 本课程呢 基本上呢 其实呢 最重要的呢 除了教授上述的内容以外 还最重要是要 安排证照考试 我们证照考试呢 针对Word里面的 Excel Word PowerPoint 做一个TQC的一个证照考试 我们呢 接下来呢 跟同学报告一下 成绩考评的方式 那我们 分成三个评分方式 一个是 平时成绩 一个是期中考 一个是期末考 平时成绩呢 上课点名呢 占10% 课堂实际作业呢 占20% 那其中考分数呢 占30% 期末考分数呢 占40% 未来学习的方向 相关课程的延伸 我们开设这门课程呢 是希望呢 能够结合生物的专业领域 领域呢 给予呢 同学在 生技专业领域上面呢 给予有 比较有效的帮助 那延伸课程呢 将来呢 我们会开设生物统计 然后专题制作课程 把同学所学的所有的专业知识 跟一些实验 做一个数据分析 然后期望呢 同学呢 能够制作出一个 很好的一个专题出来 以上呢 是生技应用软体的一些 课程大纲的介绍 相信呢 虽然它不是一个很深入的课程 但是呢 是一个很普遍的 大家都需要使用到的一个课程 所以呢 希望同学呢 将来有兴趣的话 多来选修老师的课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